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什么 好 我们看到其实俄罗斯 他最近并没有因为寒冬 而延缓他的攻击步骤 而且甚至俄罗斯也用到飞弹 这几天特别攻击了 赫尔松的行政大楼 因为我们知道 赫尔松 俄罗斯才撤出 没有多久嘛 对不对 而且他不但用飞弹 轰了赫尔松的行政大楼 他也用伊朗制的无人机 对哪里 对机捕的 包含总统府 国防部 还有安全局进行轰炸 这个更敏感 居然进行斩首行动了 对 而且乌克兰当然 他看到俄罗斯 用这些无人机来攻击的时候 也尽量用防空系统把他打下来 而且他们发现 其中一架几落的 俄罗斯使用的无人机上面 居然还有写了一行字 写了什么行字叫 就是说这个基地 它原本是一个俄罗斯空军基地的名称 大家还记不记得前一阵子 乌克兰用了苏联时代的那种 无人的这种侦察机 改装成轰炸机 去攻击了俄罗斯的空军基地 还炸毁了上面的轰炸机 所以俄罗斯这次进行爆破 就那个尾翼就说 为了这个空军基地被攻击 我们现在用这个无人机 对你进行爆破 好 以牙环要 我们看到了俄军的轰炸的炮火 越来越猛烈 来自于有人的无人的飞机 一波一波的攻势 那乌克兰怎么办 你只剩一条路了 双起更大的防空网 对 现在当然美国官员 透露半征政府正在已经决定 就是说什么时候提供 爱国者防空系统 不过当然了 爱国者防空系统 它的训练时间要很长 也就是说 即便现在拜登宣布提供 真正能够进到这个作战序列 还要花一点时间 这也是天下的大事 爱国者都要进乌克兰了 对 因为你看它本身其实有一个 包含我们讲到一个射控雷达 这个射控雷达可以看得很远 可以看到400公里远 而且它可以同时 导引8枚爱国者飞弹进行拦截 而且攻击其中大概3到5个目标 因为我们讲过 通常你在对拦截 包含像地对地飞弹的时候 可能一枚飞弹用到 一枚地对的飞弹用到 两颗飞弹去拦截它 而且它的整个系统反应之间很快 15秒就OK了 就可以完成解算 而且进行发射 最重要的是 它能够打到100公里以内的飞机 而且对于飞弹的话 大概是近距离大概在50公里以内 而且它反战区弹道飞弹 也能够大概在30公里左右 能够进行拦截 所以夏伟讲到了 今天爱国者进去意味着什么 过去我们知道 它进到乌克兰去军援的 约莫都是野战防空系统 现在看得更远 打得更远 这个防护撑得更大 德国也助权 德国居然把德版的铁穹 也送进去了 德国的蓝银金属公司 其实他们也在生产 这种地对空的防空系统 而且是属于短程的 这种点防空的 野战性的这样一个防空系统 这时候他们准备提供两套 新的防空系统 这个部分大家都觉得说 买家到底是谁 因为目前为止 它并没有对外正式 透露Skynext的买家是谁 但是大家都觉得 应该就是乌克兰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这种由车载的 机动移动式的 这样一个防空系统 本身的第一 它本身其实有一个 X波段的一个多雷达 这个雷达虽然说 大家以为你这个雷达很逊 只能看50公里 但是我跟你说 这种X波段的雷达 第一本身就看不远 但是它虽然看不远 但是它可以看到 很多小型的目标 也就是说类似无人机 对 这种专门 反无人机的 然后另外你可以看到 它上面装银门的 奥勒岗的高速机炮 这个机炮每一分钟可以打到 1800炮弹 等于说它今天这个炮弹 发射出去以后 依照你这个 拦截的这个目标 甚至如果你看 面对这样一个编队 它炮弹发射出去 可以在这一群 一群的无人机周边 形成一个弹幕 所以它本身对于这个 它使用的这种叫做 AHAD AHAD 这样一个高智能的弹药 就是它本身是一个 智慧型的弹药 它发射出去以后 可以散步在目标周边 而且引爆的时候 形成一个空中的破片网 所以我不是跟你实打实 一定要K到你 而是在你会经过的路径上 我形成一个弹幕 你飞过去 你就肯定飞死即伤 对 而且甚至会被打得 跟风窝一样 而且最重要就是 这种炮弹相对来说 它的成本比较低 为什么 因为你看像这样炮弹 爆炸以后 像天女散花一样 散出去多枚的这样一个碎片 就可以非常精准地 击中这样一个无人机 而且它大概平均 20到24发炮弹 就可以击中一个目标 相对来说 这20到24发炮弹 大概差不多 一颗大概5000块 等于加总起来 大概差不多12万左右 这样的一个价格 其实你要拿 不管你是反无人机也好 或反飞弹也好 对于防守方来说 都是一个比较节省成本的 这样一个方式 那今天晚上 夏伟要告诉大家 普丁最大的噩梦 恐怕还不是刚刚你听到的 那些什么爱国者飞弹 都不是 是接下来要讲的这个 乌军居然秘密在筹建一个 A-10游珠攻击机的训练中心 这对普丁来讲 是多大的一个压力 这当然也合理 因为乌克兰自己本身的 那个苏良武攻击机 基本上已经快打得差不多了 然后这个时候 而且美国很国会 很特别的 这十几年来 第一次同意 空军退役封存 21架的这个A-10 所以我们过去一直讲过 空军一直想要把它处役 国会一直卡在那个地方 就是不同意 怎么现在突然点头论呢 这个是7月 因为美国空军的部长 就已经暗示 从提供武器的清单上 美国可能可以愿意提供 这个乌克兰 A-10的这样一个攻击机 就是说把一些比较旧 但仍有战力的飞机给它 然后呢 但是你看 8月很快就曝露了一篇 那个一个报道 就是说 美国这个时代杂志 Time Magazine 已经是非常权威的报道了 就是说呢 乌克兰其实已经进行 A-10的这样一个飞行训练 你可以看到这些飞行 那个在训练中的这些飞行员 他们本身好像并不是说 真的坐在实际座舱里面 他在打电玩 就用虚拟实境的方式 为什么 其实这种训练方式 现在在国外已经非常普遍 也就是说透过虚拟实境 那个训练员 带一个虚拟实境的 这样一个护目镜 然后呢 但他实际上在操作的时候 他等于完全是模拟 在针杯机的这样一个操控情况下 而且你看 他的画面 居然就是在操控A-10攻击机 也就是说 其实 等于说 美国军方一直在做 提供A-10这样的准备 只要等你国会同意 空军释出A-10攻击机 那这个时候A-10攻击机 就可以很快地转给乌克兰了 好 我们看到了 训练的中心已经成立了 开始在练兵了 飞机也stand by在那个地方 只是时间的问题 如果这一批A-10游珠 进到了乌克兰领空 那对普丁来讲 会是多大的压力 因为现在地面作战部分来说的话 俄军其实还是有 有某种程度优势 像大家因为最近 好像报了很多 那个乌克兰军大捷的这样的消息 但实际上乌克兰现在 仍在全线承受 来自于俄军的压力 而且俄军又在包含在装甲 跟地面部队上来讲 那个力量相当的庞大 所以你说以像A-10攻击机来说的话 第一 大家都知道 前面这个30公里的盖特林机炮 那不得了 我想打下去 那不得了 地面上的这个车辆 真的就是迎升迎爆炸而毁 然后而且它本身挂的非常大 因为你看它本身是一个 高一面恶重的这样一个设计 它机部下有非常多的挂点 那挂点可以挂非常多的 甚至空对地的武器为主 那包含追电 炸弹 然后任何火箭等等都可以 然后它本身最大的特别意思 你看它的外形中最特别 就是它这个发动机是左右分开的 摆在机背上 第一摆在机背上 其实它本身间隔得很开 这变成说你万一有一颗发动机 真的不小心被开到 剩下一颗发动机 还可以用个无损地飞回这个基地 去进行就那个紧急降落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看 它的尾翼也很特别 它的尾翼完全是一个U型的尾翼 它这个尾翼刚刚好去把你这个什么 喷射机发动机的这个热流 它把它包住了 而且让它在从发动机出去以后 尽量是朝上的这样的方向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是地面射手 运用像类似这种尖射的 红外线的防空飞弹 或者任何的防空飞弹红外线的 你要打它相对来说 它的红外线迅机都会比较弱 所以它A-10在战场上的存货率超级高 这是一个已经映证的这样的部分 下午有问题 大家看到这个A-10出来 每一次都非常热血喷章 为什么 它整个吹枯拉朽 我就问了 它为什么让敌人这么胆战心惊 它丢下来的是炸弹 它怎么可以丢得这么准 因为像A-10这么多年来 经过这么多的改良 它不但能够丢雷射导引炸弹 更能够丢最新的GPS定位炸弹 那像你GPS定位炸弹来讲 最传统的J-10 你看像它现在丢的是传统第一型的 J-10这种本身的还不具后面的 这种雷射修正导引的 原本当初在设计生产的时候 像这种最原始的这种J-10 也就是只有GPS定位的 那这个时候呢 它本身原本当初设计的时候 是希望它的误差 大概在10公尺左右 13公尺左右 但是真正运用到战场上 这种无导引的这种J-10 而且是还没有雷射修正的 它最大的误差 其实就只有在10公尺以内 9.6公尺 甚至于F-16过去在实战中 曾经进行就所谓的爬升投射 就是我们讲的这种DiveTouch 也就是飞机冲到木箱 然后冲向目标前 然后整个飞机这样拉起来 拉起来的这样过程中 你这样弹就从这样出去了 然后飞机拉走 然后弹着就像一个抛物线一样 掉到敌方的目标上头 你F-16这么大的一个动作 你抛出去你还可以精准 让它投资在你的目标前 而且在那个情况下 其实它诈重目标 只比真正的目标中心点 差7.6公尺而已 所以你说这种J-10 而且我刚刚讲还是最老的这种 只有GPS定位的J-10 就可以炸到这么准 更不要说后面有镭射修正的功能 J-10 好 我们看到了 未来乌克兰的领空将会出现 游租空中扫荡跟掩护 那地面呢 我们来看到一句话 这个是乌克兰国防部长说的 领冬降临之时 土地变硬了 就是我们发起总攻的时候 它有多大的底气 好 其实这以乌克兰来讲 乌克兰现在真的战甲车 其实被俄军也损失了非常惨重 俄乌两军损失都非常惨重 所以这个时候乌克兰希望 欧洲这些国家能够更对它有更多一步的这样的军援 譬如说它过去之前跟美国要M1 美国不给M1 像德国要鲍2也不给鲍2 现在乌克兰的眼光转向雷克勒战车 雷克勒其实是法国生产的战车 当然给不给还不知道 但是乌克兰等于说它把眼睛朝向雷克勒 也是非常有眼光的 因为以雷克勒来讲 它本身其实是法国所开发的最新款的这种地面主战车 而且这款战车 第一它其实非常的贵 非常难贵 还接近1000万美元 这个是什么概念 战车界的贵族 对 等于说5到6辆就等于架 这个F16 ABVLOG两种战车 跟我们家F16原始的这种那么贵 然后8到9辆就等于最新的VLOG70这样一个战车 所以它非常的贵 而且它本身是可以说是第一种 第四代坦克 而且它本身它使用模组化装甲 它本身模组化装甲的技术 其实可以说做得非常到位 也就是说乍国人曾经对它进行测试 利用包含像穿甲弹 就是我们讲的动能穿甲弹 还有米兰版就是飞弹 就是穿越这个穿甲弹 然后其实九次射击 通通都没有打穿它 他们说你如果M1主战车 要能够坐到跟我一样防护力 对不起 你至少还要坐5到6公斤 那我就跑不动了 所以你看同样是装1500匹马力的引擎 像这个雷克勒战车 它本身它本那个速度 从0公里加速到时速32公里 只要5秒钟就跑到了 俄罗斯战略核演习 马上要登场了 北约同时也动起来 从空中到水下 要打造3滴的铜墙铁壁 为什么 就是不能让莫斯科当局产生误判 你以为核威慑 乌克兰我们就会松手吗 回头我们就来看 现在在俄乌的战场 俄军面临怎么样的一个乘胜追击 乌军如何强势压境 事实上之前泽伦斯基一直希望 希望这个西方国家 不断的提供给他军援 现在看起来真的很多国家 愿意伸出更多的援手 你看像这个德国总统 突然到了基辅里面去 可是你在画面上面讲实话 他其实安排的会面的地点 并不是在一个什么大庭广众之下 甚至有人讲说 他其实是不是因为那个地方 其实战火上面 还是有一些战争上面的危险 所以大家都挤在小房间里面 但重点是什么你知道 重点是这一次德国总统 居然承诺讲说我告诉你 我之前德国有给你军援的武器 但是我接下来军援的东西 在几天之内 就会抵达到乌克兰 老婆我们再来看一次这张照片 千言万语就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跑到防空洞里面 开这场会议 同时作出承诺 德国的军备马上要支援前线 这张照片太有戏了 因为其实你看俄罗斯之前 不是用无差别的这种攻击的方式 不断的对基辅或一些大臣 基辅大轰炸 对 那你想想看 我德国总统到这里来 他当然还是有安全上面的考验 可是什么东西逼得他 一定要亲临现场去 而且跟哲伦司机 做这样一个承诺 所以大家会想说 你这个德国接下来什么东西 会送到乌克兰去 现在看起来 德国前有可能提供给他这个 MARS-2的主要多管火箭系统 事实上这个火箭系统 它跟这个所谓的海马斯 是很相近的人讲说 他是德国版的这个海马斯 你在外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他可以搭配M31的 这个多管火箭弹 射程达到80公里左右 可是因为德国在过去的时候 因为他有参加这个 所谓的武器管制协约的 一些这个组织条件 所以他不能够提供给他 就是他自己本身的火箭弹里面 他不能够装载所谓的急速炸弹 所以他不能够一次 做大规模面积这样一打出去 就整个像天女三娃打 可是事实上他也可以搭配 所谓的精准早饮的 这个火箭弹的时候 一次搭载12枚 所以他的整个的这个威胁 跟攻击的这个力道 还是非常强劲的 所以你打得够准没关系 我一次12枚也管用了 但是大家就会好奇了 爆新闻的公众朋友 一定会觉得Mars 2 多管火箭系统 德国的海马斯 你们讲过好几次了 为什么这一次德国总统 来提的也是这一套呢 因为其实对于这个俄罗斯 对乌克兰来讲 他现在真的需要 就是我能够精准的去打击乌克兰 俄罗斯的这个阵地 因为当你俄罗斯 不断的攻击我的时候 我就是要一次摧毁 你的有生力量 所以他不只在这一次提供你说 我以前已经给过你 我现在要提供你更多 还包含到什么你知道 还包含到防空的系统里面 德国也承诺在这一次里面 还要再提供给他 比如说IRST的 这个所谓的防空系统 在之前其实大家也就觉得说 这个东西其实 对于这个飞弹的燃截力 其实非常高 你知道他们真的实际上 在做测试的时候 发现到他的这个 磁枚的这个飞弹 让他去燃截 他就可以成功燃下9枚 9成的燃截率 老实讲 其实如果就单一次的 这个燃截力量 这样其实算是很OK的你知道吗 那你其他的就必须 你就必须有不同的 这个空房的概念 就一个一个去加以燃截 而且他的燃截高度 基本上在25公里左右 所以他不是一个 在非常近端的这样一个概念 他是属于中层的 这样的一个防空系统 当时就被形容说 一套的这样的防空系统 可以捍卫保护一整座的基辅城 现在一次进来四套 你就知道如虎添翼 对乌军来讲 但是美国现在还要送上这一套吗 今天好好来讲 完全是因应为了苏系战机而生的 反制防空系统 英式飞弹也要送进去了 当然英式飞弹 对台湾的观众朋友来讲 其实非常熟悉你知道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 这个本来的反空系统里面 也有这个所谓的英式飞弹 后来我们逐渐的用天空三型 去给它取代掉 但是其实在全世界 非常多的国家 都有使用这样一个 英式飞弹系统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实上它一个发射架里面 似乎都可以带到将近四枚左右 重点是什么你知道 因为它这也是属于一个中层的 这样进层到中层的 这样一个防空系统 它本身射程达到35公里左右 最重要是什么你知道 因为像这种所谓的英式飞弹 这种比较近端的 这样一个防御的概念 它的飞弹的速度路要非常快 因为你已经到了这个最末 几乎到最末拦截点这个地方 所以它的速度 也张在2.4马赫左右 重点是它在过去的时候 因为它在这个全世界各地 有部署跟分布 在这个所谓的部队里面去服役 他们的拦截的程度 曾经过去跟很多的这个 二系战机的这个交手的过程 事实上都非常成功的 击落所谓的二系战机 人群现在乌军面临一个最新的 威胁跟挑战会是什么 你看看 布建了德国最经营的防空系统 英式飞弹也进来了 但问题是 那种低飞涂穿的 自杀式攻击的无人机 源源不绝打不完的 现在俄罗斯是走这一套 所以现在为什么它需要更多的 所谓的防空系统去补足 这你刚刚所特别提到的 这样一个漏洞 比如说俄罗斯现在看起来 他们其实有采用伊朗版的 这个所谓弹簧刀 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 无人机的系统机的第一个 它的飞行长 那个时间也不用非常长 它就15分钟而已 而且便于攜带 几乎单人就可以使用 可是他把这个无人机 放到这个战场上面去的时候 事实上它本身就叫做游荡炸药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你这个从它的发射管 弹出去玩的时候 它只要对到目标 就直接往下进行攻击 而且它攻击就很简单 它就是自杀式的而已 所以对于乌克兰来讲 我如何有效的去防御这种 尤其无人机老实讲 它通常因为它的距离非常短 你看它的航程才5公里左右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这种所谓的这个鹰式飞弹或这些 基本上它拦截的高度 跟它的整个距离 又是稍微长成一点 所以对于乌克兰来说 它如何要去防堵 这个所谓的空窗 然后让它更有效的 去阻止这些这个所谓的弹簧刀 就是要进行攻击 其实对乌克兰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 都战场打到一个没完没了 对普丁来讲很简单 如果我可以想到一个办法 立刻阻止北约 让你们振折住 不能再把源源不绝的大礼包送进去 大概他就会有把握了 什么方法 他想到了核威慑 再过几个小时 欧洲我们就会看到了 俄罗斯的战略核演习马上要登场 危机已经一触即发了 而且这次演习 它定名叫做所谓的雷霆演习 事实上其实我们在看到 各国在演习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除了你情报收集之外 理论上来讲 其实国家跟国家之间 还是会通报 所以美国方面其实正式讲说 俄罗斯有正式通知华谱 说我这一次的这个雷霆的演习 你们不要想太多 我不是针对你美国的 但是我演习的项目有一点 你们可能要先知道一下 因为他要展开来叫做 核武部队的演习 讲到核武就敏感了 再过几个小时 而且不只是敏感而已 你知道吗 俄罗斯方面的讲码 是我在这一次的列廷演习里面 我会发射具有核子能力的 这个飞弹 所以代表是什么你知道 这当然是百分之百的核威慑 也就是我今天已经明白了告诉你 我要发射的飞弹 是具有携带核弹头的 这样一个状况 我有装没装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我其实在宣誓的是什么 你知道我这样的打击能力 我还是存在着 你可以看到这个时间多迫切 我们录影的此刻 等到播出观众朋友 这场演习已经登场了 对北约来讲如芒刺在背 北约怎么应对 如果你游训转战 那谁吃得消呢 这个其实你讲说游训转战之前 在乌克兰战场上面 就是真实的发生 他一开始你记不记得法国 还在那边讲说不会 他演习完就撤军了 没想到他真的 所以对于北约来讲 他很早就已经注意到 就是说这个战场很有可能 会从乌克兰移到这个 所谓北约国家来 所以你看到第一个是北约 其实已经在建立 所谓的天空之盾的防空系统 他当然整体的这个空防的概念 是有许多种不同的 这个所谓的防空武器 分层 远程 近程跟中程 比如说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这个是以色列的舰式山形 事实上他被认为 其实就是在不同的这个程度里面 所进行的这样的一个防空 防空的一个设施的一个概念 包含到爱国者山形 以及我们刚刚提到IRST的 这样的一个防空系统 事实上都希望能够层层的 把这个所谓的空防 严密的保护住 可是你说空防之外 其实多数人还是会注意到的是 如果你今天真的 到了发生战争的时候 你的整个的这个地面部队 如果你这时候要再调动 你会来不及 李师傅现在就要做好 囤兵的准备吗 你可以看到这一张图 製作团队前 我们现在帮大家整理出这个 其实以北约成员国来讲 你会发现到埃撒尼亚 拉脱维亚 这边所谓的接近俄罗斯的这个国家 这些其实他们的兵力 包含到盟军的兵力 其实都已经陆陆续续进驻进来了 而且这每一个兵力 都是上万左右 你想想看 他为什么要在靠近俄罗斯 这一线里面 把这个防线给建筑起来 注意到北约的围墙在这里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看 所有的战争 你不可能都只有发动一个 所谓的飞弹攻击完了之后 就没有后续的这个状况 你看乌克兰的接近里面 他发动了这个攻击完了之后 立刻就是用他的装甲雄师 试图去扫荡整个乌克兰 所以对于北约来讲 我虽然在天空上面 建立了一个盾牌 而且这个盾牌是360 是这样整一个全方位的 希望能够滴水不漏之外 他在地面的这个部分 把兵力及早部署在这里 当然也是希望能够给俄罗斯 一个实质的 嚇阻跟威嚇的效果 好 我们现在看到了 在整个布防摆阵的北约 东翼的这个军力部署 已经全面戒备了 那空中的防御做得如何呢 我们今天要请仁俊 带我们看这一架战机 欧洲三雄之一的台风战机 带我们飞上天空里来看看 这一架上去 普丁该紧张吗 而且这个台风战机 其实它是欧洲四个国家里面 共同去研发的 它整个这造型 其实跟过去我们看到的 这个熟悉的战机也都不太一样 因为第一个 它是属于压式的布局 而且它在后尾翼的部分 事实上你没有看到传统 因为它就是一个大三角尾翼 但重点是什么你知道 因为事实上台风战机 当时被设定的时候 就希望它能成为这个所谓的 多功能的战机 所以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其实当他们在各种不同的 这个军机的演习当中 居然发现到 它曾经成功的 击落F-22的这样一个先进的战机 它击落过F-22 请记得台风战机 并不是最新款的一个战机 所以它本身在空战 跟它整个的雷达搜寻的能力上面 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是 再来就是说什么你知道 它在模拟战中 也曾经赢过苏27 而且在多次的模拟里面 成功拦截的几率 达到82%左右 不然就你来看 这张照片看了 就真的让人头皮发麻了 你算算看 这盒子八个 所以我们就发现到就是说 你知道在国外的有杂志 后来放上这一张组的时候 大家才发现到说台风战机 事实上有可能会变成 所谓的野兽模式 因为你这上面看起来 它居然有14枚的飞弹 直接挂在它的肌腹下方 还有它的这个翼间的这个部分 所以也被人家认为说 它是不是可以改装成 所谓的野兽模式 变成空中的炸弹卡车你知道吗 欧洲版的F35重装战机 对 所以如果它可以跟这个 所谓的F35进行这个所谓搭配的话 因为F35在远程的征收能力 还有它的隐身的效果 事实上非常强大 但是如果它可以作为它的疗机 甚至搭配做这个互相攻击的 这个情况的时候 对于俄罗斯来讲 它一定会感到在空中的部分 倍感威胁 感谢观看